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拍一个详细的练凯堂的铠甲穿戴教程 先穿这个部件 这个部件叫做肩甲 肩甲 看一下 胸前两根皮带 胸前两根皮带穿好以后 这里还有一根 松紧程度根据你们自己的胸围的调节 看好 现在穿胸和背 胸和背 看到吗 这个那个松紧也是要根据你们自己的那个身高来调节 然后这样 穿上去以后 把肩上这个皮带掏出来 侧面有两根皮带 根据你们自己 给胸围来那个进行那个穿戴 我要穿在这外面 因为我比较胖 一个人也可以穿 但是比较麻烦 我现在叫一个我们公司小伙伴帮我穿 看好 这个皮带要拿出来 看好这个皮带要拿出来 好 胸甲穿好了 现在是裙甲 好 大家看一下我们裙甲 这样 后面有一个可以活动的挂钩 活动的挂钩是挂在后面的 大家看一下前面裙甲是怎么穿的 胸口这里两个环 全部 两个裙甲左右 还有一个 全部挂在下面 侧面 然后背后 背后 背后 把这个层 背后也是全部挂在下面 然后右边也是这样 右边也是 这个 股尾和壁捆 股尾和壁捆 股尾和壁捆的话 有皮带的是壁捆 壁捆是挂在前面 另外一个是骨尾 另外一个是骨尾 骨尾挂在后面 后面挂的是那个 两个环的上面那个环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中间也要根据你们自己的那个 腰围的调节 好 神甲就穿戴完了 现在来挂那个腹端 股尾 股尾是有两个 两个绳 两个那个绳带组成 一根 要穿过 这个皮带下面 两边 然后 交叉在胸口 好 好了 调整整 调整仔细了 位置定滑以后 然后那个 肩甲 肩甲 肩甲啊 那个不能动 那个直接就可以 好 给大家看一下 皮带头 有皮带的那个 皮带头的那头是往后的 后面还有一个挂钩 有挂钩的这边是往后 所以 所以 我这个这样插 一二三 一般是挂第三个孔 因为要挂肩团 第三个孔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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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那个皮带这个不用使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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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后面猴子 后面 后面有的猴子 够在那个肩甲的上面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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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一个部件 焊腰 因为这个焊腰 我们没有给它固定上 为了给大家检视一下 穿过 腹臀的这个嘴巴 好 铺松也穿好了 好 B架 B架 B架我之前已经带好了 分好左右 有弧度的 往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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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看一下 再稍微再那个 调整一下 把那个不对称的地方 给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可以了